來 其實那個答案我都知道 我還自己還去找 浪費自己時間 你要是show那個答案是對的 你就不要再去管那個題目 就不要再去找那個答案去confirm 就是說那個答案是對的 如果你有時間你就來double check 可是你要是你一定很show 就是說95%以上說這個就是我知道的答案 不要浪費時間 不要再浪費時間再去找這個答案 去找那個去跟他confirm說這個兩個是一樣的 就是答案是對的 就像是一條一樣的 對 這樣 對 圖圈圈的 我是覺得說你要就是說你考試的時候就是 不知道答案就是先學一個 免得你就是好像那個 他那個監考官也有講過好像有人曾經就是 全錯 不是 他那個有一題不知道他就漏了 結果他他在寫答案的時候 全網上提提了 結果他最後要改 人家監考官不讓他改 你就在那邊哭吧 監考官少少一下 因為八點半就開始了 好像八點三十幾 他很快的就是讓你 題目讀過以後再寫答案 總比什麼都沒有看就瞎猜了好 因為有時候後面的題目真的很簡單 還好我沒有瞎猜 因為八十幾 很簡單 一看我就知道是什麼答案 我也不用再去找 我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其實後面有幾題是很簡單的 所以說不建議用瞎猜 就是說你後面 至少讀過一遍題目再寫答案 因為你瞎猜 康復是每個兩個國家 這個就不用查了 對啊 那個很簡單 最會答案是送問題 有的題目是送問題 所以說你不能去瞎猜 你要是真的去來不及的 結果最後最簡單的題目 你沒有寫對了 你不是很冤嗎 如果看不到 就是說他問的 考試問的方式 跟你的理解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說有時候他會 他會挖一個小陷阱 讓你跳下去 看你能不能去看那個陷阱 就是一場見 你們的 question understand question understand question is about 謝謝 謝謝 摸一下子嗎 摸一下子嗎 摸一下子 摸一下子 稱不住 摸那個子 謝謝 謝謝 謝謝